接下来呢我们来按照咱们的Spark的课件给大家去讲一讲啊 因为基本的概念呢咱们给大家介绍了一下 所以咱们接着呢就往下 往下以后首先第一个叫Spark的概述 他说了咱们的Spark呢是一个基于内存的快速通用可扩展的大数据分析计算引擎 关键点在哪 关键点就在于你看不明白的时候把它简化 那老师这啥意思不知道 什么叫快速 什么叫通用 什么叫扩展不知道 这个时候先不管它 看不懂就先不管它 你把这句话简化成什么呢 Spark是个什么东西呢 把修饰的东西全去掉 它是个什么 你把这些东西全去掉 它就是一个数据分析引擎 那会叫数据的计算引擎 说白了就是做分布式计算的就行了 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内存 这个咱们上以后给大家讲了一下 就是我们的数据的流转过程的中间处理是用我们的内存做数据交换的 所以它就比咱们之前的M2要快 所以这就意味着为什么咱们会拿Spark跟海杜布做对比 就是因为海杜布之前早期就是个计算框架 而这个计算框架当中的M2它恰恰呢是比较慢的 而我的Spark基于内存会比较快 所以快速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通用和可扩展这个咱们暂时就体会不到了 所以咱们暂时就不管它 那我们学完之后咱们再回头来说说它就可以了 所以呢咱们这个咱就不看了 咱们就知道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就行了 所以咱们接着往下 往下以后咱们的Spark这边有个历史 其实上面有个海杜布的历史 这个历史啊咱们就不再给大家强调了 其实按理说你要懂得历史的话 你知道这个软件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产生的 这个还是非常不错的 那最起码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去学它 学它有什么好处 这个其实我们是应该是这样的 但是呢我们之前提到过类似的概念了 所以我们这里也不再强调这个处理了 所以咱们接着就往下了 然后呢下面呢是我们海杜布和Spark 框架的一个对比 这个咱们前面就给大家讲过了 咱们的海杜布的M2呢 它是一次性计算 就意味着在早期设计的时候 它其实就只考虑一次性计算 不考虑迭代式开发 那不考虑因为它考虑不到 它哪知道以后会怎么怎么办 不知道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它的性能就不够高 为什么呢 它要靠磁盘来完成数据的中转和流转 可是磁盘的交互太慢了 而我们的这个Spark呢 这个框架呢 它就可以基于M2 然后优化其中的计算过程 它可以利用咱们的内存 来实现我们的什么 我们的数据的流转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Spark它确实快 但你快是快 也受到了内存的制约 这个咱们上一个也讲过了 所以大家要分析明白 不是说你快就一定好 不是这样的 有时候快恰恰是个问题 对吧 恰恰因为你快撞上了 对不对 你开的慢可能还没事 不就这个问题吗 所以呢 咱们接着往下 下面呢 是Spark内置模块 那咱们前面简单的介绍了一下Spark以后 它说了 咱们当前Spark框架里面包含了很多的东西 就好像咱们盖房子一样 你搭建了一个什么呢 挖了个地基 然后盖了一个什么呢 我们的这个架子 把这个钢架结构搭建起来 那你架子搭建起来以后也分不同的区域啊 这块干嘛 那块干嘛 都时间都规划好的 我们这也是一样的 哪怕你不完整 但是你里面的核心功能也分成了几个部分 首先第一个咱们就是看它 这个叫Spark框 这个框就是核心的意思 整个框架的核心和基础就是它 别说它的底层帮你完成了整个计算的操作 你只要把业务补全了 什么都不用管 就靠它来完成就行了 那这样的话不挺好的吗 咱们学它不就完事了吗 不是 是因为咱们这个Spark框 它考虑的是通用性 什么叫通用性啊 在任何地方都能用 但是你的通用性是强了 可是你在不同的场景当中 你的性能就会受到影响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在不同的场景当中 咱们得切换一下 换成不同的东西 那这里要给大家去说一下 所以呢 咱们看左上角的这个地方 有一个叫什么呢 叫Spark Circle结构化数据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告诉你了 咱们Spark在计算的时候 如果你的数据是结构化的数据的话 用我们的这个Core不是很方便 那不是很方便 处理起来能处理 但不方便 怎么办 我要简化一下 要用它来实现 这是一个模块 用它来实现 这个咱们后面会给大家讲一下 在结构化数据处理的场景 会用一个新的模块 这个是模块 它也属于Spark的一部分 还有一个叫什么呢 叫Spark Streaming 叫实时计算 咱们之前给大家讲过 咱们的实时和离线的区别 是我们数据处理的延迟 但是呢 我们的Spark是基于M2的 我问同学们 M2它是离线还是实时的 咱们的M2是离线还是实时的 是不离线啊 为什么 它慢呀 它把数据拿到手以后 开始算的话 它能够很快就算出来吗 它做不到 因为它慢 它是基于磁盘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它的性能就不够高 一旦数据量大了以后 它的这个时间就可能会很长 可能是以分钟啊 小时啊 天啊 就不可能达到实时 咱们前面讲过 实时的延迟呢 是以毫秒为单位的 比方说100毫秒 500毫秒 这就是什么 我们的实时的概念 但是我们的M2是做不到的 你M2做不到 咱们Spark的底层 大量使用M2的思想 它甚至有些代码 就是用M2的代码来做的 所以咱们Spark 也很难做到实时 所以啊 Spark做不到真正的实时 但是我又想做实时怎么办 哎 所以啊 就有个内置的模块 来帮咱们做这个事 这个咱们后面 也会给大家讲一讲啊 好 然后呢 接着往下 下面是什么东西啊 叫机器学习和图计算 咱们叫MLLib 和那个叫GraphX 咱们一个叫机器学习和图计算 现在的人工智能很大程度上 就跟这个有一定的关系 啊 最近妈咱们得学习很多的东西 来去做一些操作呀 哎 所以啊 咱们那些很多新的技术呢 跟这个都有关系 老师那挺好的 咱们把这个学一学呗 大家想这个能学吗 学不了 为什么学不了啊 为什么学不了 因为这个学习是要很强的什么 数学功底的 你要是让机器来学 你就得有公式 你不可能跟咱们一样 我让你学习我是不是得教你啊 那你让机器学习 你怎么教他 你跟他说 哎呀 咱们得画个图 你理解一下 对吧 画个箭头 这个什么意思 机器学得了吗 他学不了 你不能那么去教 所以机器学习 它是有一套算法在里面的 它有一些公式在里面 这个就跟数学 就脱离不了干系 那么也就意味着 你要想把这个搞明白 你旧的数学基础很好 那 但是我问同学们 大家数学基础怎么样 哎 你夸张了 是吧 一般般 是吧 咱们能不能说不会 是吧 那肯定是不会嘛 对不对 你会会到咱们这来学习吗 不会吧 对不对 真的 你要是真的技术学要很好的话 物理化学不会差 计算机 它也不会差 怎么办 自学就行了 那你上任何一个网站上 去看一些视频 一看就能看明白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的东西都是由数学衍生出来的 物理化学都是由数学衍生出来 都是公式 对吧 那计算机它也是公式啊 所以很多东西有数学基础 学这些相关的东西 就说所谓的学理科的相关东西是非常容易的 那恰恰我们可能就不是很好 那所以呢 这个想学就很难 这第一点 第二点呢 我们培训学校是不可能教这个的 大家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培训学校的目的是干嘛 我问你们 培训学校是不是雷锋 我要为了国家大义 要培养出一批什么呢 国家的动量制裁 培训学校是干这事的吗 不是吧 培训学校是不是要挣钱 那挣钱是不是得就干嘛 是不是就得招很多人去学习啊 对不对 但是这个东西我就问同学们 要的人会多吗 就是这个东西你学会以后 我就问你工作岗位会不会很多 那不会 为什么呢 很简单 盖一个房子 我问你画图纸的人 会有一千个吗 我盖这一栋房子 会有一千个人画图纸吗 不会 我只需要两三个建筑专业的学生 或者说我们的这个从业人员 我把这个图纸画出来 有经验 我付点钱 高工资 没问题 但是人一定不会很多 但是我问你 弄水泥 弄钢筋 挖地 挖就是那个那些人多不多 多吧 以后可能这个都被代替了 那现在很多都是那种磨炮 跟拼吉木盖房子一样 对不对 那时候连这种工人都少了 所以搬砖的人会很多 但是真正设计图纸人就不会很多 可能有两个五个就够了 对不对 但是他们待遇会很高 那同样道理 搬砖的很辛苦 但是待遇肯定不高吧 为什么呢 可替换 那你能来搬砖 别人也能来 那我凭什么要你呢 你不听话就不要你了吗 对不对 咱们程序员是什么 是不是国家认可的搬砖呢 对不对 国家都认可了 咱们那个IT不就是什么呢 程序员不就是搬砖的吗 对不对 所以你会发现 培训公司 培训学校 一般是不会教这个东西的 为什么 因为我教一百个学生 只有两个人就业了 我问你怎么办 工作岗位少啊 对吧 那你想想那慢慢慢慢的就什么呢 不会有那么多人学了 那如果不会有那么多人学的话 那你这个时候是吧 那你这个学校就两个开个班 你说咋学啊 没法学对吧 没法去做这个事 所以啊 你要自己学肯定没问题 但你要说拿一个学校来专门学这个东西 没有任何的意义 对不对 为什么呢 举个例子吧 一百个人中就两个人能够找到工作 那你学还是不学呢 你说老师 我就是那两个人中的之一啊 你说我 我98个跟我无关 我就是那两个人中的一个 你要真有这知心 我也认了 对吧 你要真是对自己这个特别的盲目自信 是吧 我也就认了 所以呢 大家会发现 这两个东西 首先没法教 第二个没法学 没法教是不可能在我们这教 第二个没法学是有一定的技术门槛 有难度在里面啊 所以既然是这样的话 我们真正在给大家讲的时候 就不可能讲他们俩 我们只会讲一二三 我们讲的三个 所以呢 我们的课件当中 大家会发现 我们就会有Core Circle 和这个叫Streaming 会分三个部分 来给大家讲解一下啊 好了 这个咱们说完了以后 那这个基本的模块啊 咱们就介绍的差不多了 细节咱们就不再给大家去讲了 这个呢 我们后面用到什么 咱们给大家讲什么就可以了啊 然后下面呢 他提到了Spark的特点 什么快啊 易用啊 通用啊 包括兼容性这些东西 这个咱们说过了 咱们暂时是体会不到的 跟你说吧 你也不知道他是为什么这么干的 所以这个呢 我们后面会给大家在用的过程中 来体会这些概念就可以了啊 啊 啊 我们再看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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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